一屆选票双英早就开始拼场 马总统和医生们座谈 要替台湾的医疗把脉 为了巩固四年前部分医界转挺来营的优势 马总统不只听医界的声音 还公开承诺争取医疗人员加薪 但蔡英文的动作更多了 蔡英文靠着丰沛人脉动员 稳住绿底的一屆盘势 毕竟四年前停马的一屆大佬 这次台面上几乎没动静 四年前 齐美医院院长也是前卫生署长的詹启贤 辞职服选马骁 以他的备份和人脉 让当年的医界超过一半的组织插上了蓝旗 接下国民党副秘书长立下战功后 詹启贤却挤不进内阁名单 他选择潇洒离去 让医界好感慨 这回詹启贤承诺帮忙 却始终神隐没上台面 同样让医界无法接受的 还有马总统的医疗布局 他硬是把台大体系出身的 前卫生署长林芳玉 放到荣总当院长 对台大插旗的不满 直接登上报纸广告 四年过去 医界对马政府的情绪 虽然没有台面化 却让医界的蓝绿板块 逐渐回归基本盘 哇 你看 你可以看到医界它有多大的变化 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变化 我自己的感觉 马总统那时候在 SARS的时候 那时候SARS你送去病房 包括台大都镇不住 台大那时候也出事 后来台大就跟台北市的公务局求援 我那时候跟马总统 他那时候当台北市长 跟他去 台大的院长叫李延德 沈露雄的同班同学 林瑞雄的同班同学 他也是一个才子型的 叫李延德 他就拜托说 马市长你们的公务局很厉害 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负押病房 那时候SARS没有护押病房 就不是高等医院 台大没有 然后就帮他弄 就病人送进去 他那个牌的去不会 不会去感染到其他的 很多人在院内感染 所以后来李延德对 马朗九感激的要死 就是说台北市怎么可以 这么快又帮他做得这么好 那是我自己亲自跑一个新闻 但是 就是在过去很多传统里面 就是你没有去接触 有些人接触了马朗九就很讨厌他 这个人好像没有 就觉得他好像就这样 那有的人接触他 也就觉得说 他不是外传的那样 那我因为过去跑他新闻非常久 我其实满了解很多 很多人跟他接触那种感觉 但是 一切 大家说这是又难又翻译 没有 我觉得其实变化不太大 过去大家讲说 有很多人 马朗九上次参选就 很多立了就变蓝 我也不太相信 也没有很多 因为从来大概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想是这样 虽然我不是一届出身 但是台湾的民主 其实一届人士 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从很早跑新闻那个 之前你看那个 的一届都是潜水艇式的 台大医院啊什么那些 那到了新法一百条的时候 你也参与过 新法一百条一百条的时候 一届联盟 那个时候的 我李正元先生是蓝绿都佩服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一届人士他们在某种程度之下 由于他们是医生 所以是非正义 我宁可相信 他们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在理性的判断上面 跟感性的支援上 他们是有百分比的 那柯文哲先生 其实他是 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 他家境非常好 我一直看他一篇文章 说他家境从小好到结 跟蔡英文一样 他说我如果说我要做和尚 我爸爸就会给我盖一座庙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从小家里太有钱了 都没有自己的呼吸空间 你看这个人 那个又有这个急诊室的 那么高的权威 又可以写散文 但是整个的一届 据我知道 其实马英九先生 跟他的辅选阵营 其实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 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有像 詹锦贤这样的人的 动能不如上一次一样 因为他们上次 有合作过的经验 然后中间有一些误会 或怎么样 所以在今年的七月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这个马英九 他到南部的长庚医院 去为王永庆先生的 塑像这个揭幕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 因为三娘也有去 那那天就是开始 那天对他们来讲 是很振奋 我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 这个双方的这个 攻防的这个过程 展现出我们的一届 是很重要的一群人士 那我真的希望 我们的一届人士 能够发挥 医生在我们大家 心目当中的这个印象 跟我们所希望的形象 是有是非公益的 是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好像 都会开一些指标性的人物 刚刚在绿营 就是柯文哲医师 然后他出来说 他是快乐的投给小英 不是什么含血还泪等等 那我们就要回头来问了 如果刚才我们的记者提到 就是像是林芳育院长 从台大这个系统到荣总 真的会如此的洞见观瞻 影响到整个盘面的局势吗 虽然董哥说不会 然后周杰说不会 他到底 一个观察又是什么 我看这个 刚刚我们的这个新闻说 詹琪贤后来没办法进内阁 因为当卫生事长 那时候本来媒体有想要做副院长 那为什么进不去 詹琪贤是哪里不够格干个副院长 为什么进不去 当然跟马英九旁边的人有关 所以我要讲说林瑞雄跟苏家全 其实看到詹琪贤 应该觉得全全跟叉叉 本来蔡英文跟宋楚瑜 都有要找詹琪贤去当搭档 人家才是他比较前面的顺位的副手 对 宋楚瑜公开讲过 那蔡英文这部分是陈其迈讲的 陈其迈是民进党办案 他出来证据说 我们有要找过詹琪贤这样 那我是 因为现在都已经提名都结束了 都准备要投票 讲这个 我正在讲说 詹琪贤那时候如果去当 蔡英文的副手 那多有趣 詹琪贤是国光生技的董事长 就是那个H1N1那个国光疫苗 当初H1N1那个国光疫苗 是怎么被民进党修理的 被突醒哲他们修理 不只修理 糟蹋 妇昧 那时候本来不是约突醒哲去代言 他突醒哲反悔什么 你离大指导地要说 我要打什么诺华的 我是不打国光的 大家都要去2009年 就吵一 所以应该是詹琪贤去跟蔡英文搭档 我是开玩笑 如果去搭档的话 我倒看看 民进党很像怎么帮詹琪贤站台 我给你叫 现在又要叫你副总统这样 敢说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也很奇怪 国民党 民进党跟亲民党 都有跟詹琪贤有这个渊源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选举的现实面 我也觉得说 第一届 我不认为说一届的人 因为不是很多大老板停满久 他投进去是一票 那医生 医生是的确比较会读书 学问比较高 他投下去一票 我投下去也是一票 票票等值 你说这些 这些后援会 其实不是只有一届 很多那种后援会 董哥你很清楚 那是干嘛 对啊 那是要募款的 募款 募款 募款充的一桌多少 你认几桌 你认几桌 要做那庄民而已 其实你说那些动员的效果 我觉得行事意义 当然也实质意义 对啊 但是因为 常常有指标性的人入 就是他指标性的人入出来 他可能会感染下面的一些人 譬如说 台湾最大的民营公司是台售 台售的那个就出来讲 王妍就出来讲 我们当然支持挺九二公司的人 他就公开讲 他当然要挺马上九的意思就很明显 他对他的所有员工讲 媒体都做这样的截图 但是员工会不会都听老板了 这个年代不一样了 很多人说阿兵哥让他放假 他回去就投执政党 怎么可能 现在阿兵哥他去当兵 你辅导长叫他投谁他就投谁 哪有这回事 你也太看不起这个人了 就是说哪个公司 然后老板叫员工去投谁就投谁 没有那回事 我觉得反而是反效 我插下去不好意思 千千没你办法说 民进党他们在这 等那个最后一两个礼拜 他推神秘嘉宾 有两个 两个都姓李 一个是李登辉 一个是李远哲 一定要出来 他们还神秘吗 不不 就是说来的话票会比较多 他们是这么认为 那我就拜托说一定要出来 不管瓜风下雨什么的 李远哲跟李登辉一定要出来 李远哲跟李登辉一上蔡英文的台 马英九的票就变多了 我跟你讲实在话 他们那两个还以为自己有票 那就赶快站出来 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成轮 他快 对啊 李登辉出来是会有票 因为钓鱼台是日本的 大家就记得嘛 那李远哲就看他要向上提升 还是要向下成轮 对不对 还是要讲他上个礼拜被我们节目讲的 说自己要退休了 然后在中研院修改法规 修改法规说中研院以后可以让人家特并研究员 你还满70岁以后还可以继续 然后这个人的条件就要得够肉贝尔奖 前台湾只有一个人就叫李远哲 可以领最高50万 比总统还多 就大家来谈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我们看很多人物在选举里面 你就会被拿出来检视 所以詹琪贤可能不愿意检视 虽然他没有龙舍 他不愿意嘛 有些人就不在乎嘛 看蒙兰也不在乎 你问我我也不要讲嘛 对不对 所以在选举里面有很多东西 就会被拿出来检视 可是真正在台湾民间有一股力量 他们不是要检视 他们来拔死贏啦 这个就是赌盘 这林瑞图最有兴趣 等一下我们请他来说明 马上回来